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节语二撰写 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钻 第135节 这好不容易盼到不用背石头的一天了 准备要好好歇息几天 养一养劳累的身体 谁知道呢 现在又要在寒风里看风车扯绳子 有时呢 还要挂上木桶 他不明白王爷到底要干什么 说是小孩的游戏又不太像 最后一次扔石头 他眼看着两百斤的石头 被一把大伞晃晃悠悠的带到山里去了 山脚下站了好多人 书院里的大儒 还有好多的学生前来观礼 石头被风带走了 山脚下惊呼一片 从王爷洋洋自得的表情中 这件事好像很了不起 后来呢 王爷让一个护卫背上大伞 从山崖上跳下去 说是想看看 人是如何从高空坠落 却不伤分毫的 那个侍卫跪在地上把头都磕破了 才让王爷改变了主意 用一头猪来代替 那头猪被从山崖扔了下去 刚开始呢 还在惨毫 结果没用多长时间 那头猪就停止了嚎叫 似乎在欣赏空中的美景 从一里地以外找见那头猪的时候 他拖着大伞 正在用鼻子供草地找蚯蚓吃 猪没死 人如果挂在大伞上 也一定不会摔死 那个被选中的护卫 垂胸顿足的后悔 如果他胆子大一点 跳完以后呢 他的官职一定会升一升的 大好的机会 白白从眼前溜掉了 李泰越来越讨厌自己 无穷无尽的杂事 封地上似乎从来就没有平安过 总有烦心的事 是一桩接着一桩的侵扰他 坐在暗戟后边 拿起一封要求捡租的公文 他胡乱的批了几个字 就丢到一边去 十四岁的他 满脑子都是那些奇怪的字符 对于普通的事物 有一种从心底升起的厌烦 王府的蜀官 著作郎萧德严 秘书郎顾印 纪氏参军蒋亚清 公曹参军谢燕等人 总是一起来给李泰添麻烦 一会儿呢 要求魏王殿下 须做皇室之表帅 为封地百姓谋福利 一会儿要求魏王殿下 应该呢 多与陛下沟通 好顾恩宠 甚至呢 要求他经常去皇宫里 拜见皇后娘娘 最不济 也要多多的结交些朝廷众臣呢 好在陛下的心中 留下精明干练的评价 作为皇子 李泰又不是傻子 哪里会看不出这些人的目的 不就是强烈支持自己和大哥 里程前争一争太子的大位吗 以前还有些幻想 晚上睡着了 也偶尔做一做自己成为皇帝的美梦 如今这种奢望 在他的心里几乎留不下痕迹 自己的父皇 哪一天不是三更眠 五更起 案记上也总有批复不完的奏折 今天为皇宰担忧 明天又为往日的属下造反伤心 哎 这种提起刀砍人 放下刀 谋算的皇帝生涯 真的是自己想要的吗 父皇把给我的封地是家的又家 现在已经到了极致 每回看到三哥里克羡慕的神色 为什么自己就得意不起来呢 降落伞把猪带跑了 为什么我会欣喜若狂 黄鼠毫离不差的从自己画出的白圈里 钻出来的时候 为什么自己的心跳啊 会跳得如此狂野呢 雷电缭绕下的云叶 为什么让自己羡慕的如痴如醉 甚至把地图用横竖线标示出来 这么枯燥的工作都让自己沉醉呢 我是皇子 不是天生就该为皇帝为整个你死我活的吗 强迫自己静下来 重新的捡起了那些本章 一一研判 有麒麟陷于楚州 翻检到楚州刺史的本章啊 居然看到了这句话 李太大怒 混掌东西 又来骗本王 上次说呀 有花开病地之桃树啊 说是千古祥瑞 自己下令褒奖 结果呢 被云叶笑话了整整半年 还给自己啊 起了一个病地花的外号 在学子中是广为流传 什么花开病地 哎 那种东西 云叶在果园里啊 找了不下二十多 这回还来 还是什么麒麟 那东西全身冒火 有腾云家务的本事 你们是怎么捉到的啊 不会是又在骗本王吧 自从看到云叶把雷电玩弄于鼓掌之上 李太就彻底不信这些玩意儿了 云叶说是一种自然现象 两片不同的云彩相遇就会有雷电产生 啊 虽然还不晓得 他说的阴阳两种电子是什么东西 但是李太认为 这样的解释 比起雷公电母在云彩上敲锤子 啊 甩开膀子 敲大铲 那靠谱的多了 云叶解释烦了 就说有一天呢 他也造一个热气球 把自己带到云彩里边去看看就知道了 全是水汽啊 和茶壶里冒出来的热气 没什么两样 现实比传说残酷的多 也无趣的多 没有长翅膀的人 也没有灰灰大铲 就能发出闪电的女子 李太已经可以想象的到 送来的麒麟 如果不是一头浑身沾满金片的肥猪 那就算是楚州刺史用了心了 得赶紧斥责 听说云叶已经到了关内 用不了几天就回来了 要是让他知道 还不得笑死啊 上次叫我病地花 已是嘴下留情 这回要是知道有这回事 还不知道会给自己起什么外号呢 为了自己的名誉 李太在楚州刺史的本章上 批复了大大的四个字 一派胡言 按己上的本章 似乎越批骚 秘书郎送来的就越多 看到笑眯眯的秘书郎 李太有仰天长颤的冲动 他们就是这样 一看到李太开始工作 就极度的兴奋 似乎他们的荣华富贵 就可以唾手可得 二月初时 有胡人携昆仑奴登案 坐驾摆贯 那昆仑奴身高九尺 力大如牛 全身幽黑 有铜环穿挂于比尔 甚为骑车 特陷于上辽 伯卫王一孝 这是扬州刺史的本章 军国大事呢 需要交给皇帝处理 到了他这里 就全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一个黑人而已 用得着花一百罐买下来吗 听不懂人话 写不了人言 吃的比人多 干的比人少 只能当动物玩 那个叫非洲的地方 这满地跑的都是这种人 光着身子在草原上和狮子捉迷藏 还经常被狮子鳄鱼之类的野兽 叼去一个两个的打打牙记 这哪里值得一百罐呢 这混蛋明显就是在用公毯魅商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母后穿的裙子都不脱地了 脚背都露出来了 就是为了少用衣料为天下做表率 好省下几个铜钱 这些家伙还有没有人性啊 一百罐 那牛都可以买十几头了 让他把一百罐自己掏钱补上 喊过秘书郎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他 让他拟文书斥责 没想到顾印支支呜呜的不肯写 李太大怒正要斥责 却见顾印拱手说了 王爷心怀天下百姓疾苦 下官万分敬服 只是扬州刺史周大可 乃是封疆大力啊 此事虽然做得不妥 却也是一片好心 所谓啊 伸手不打笑脸人 为王以后用他的地方还多呢 还是给他存些颜面为好啊 顾印呢 是难得的人才 写文章依马可待 李太十分的欣赏 原以为他出身寒门 会看不惯这些官场上的龌龊事 没想到这一番霍西尼的话 能从他的嘴里说出来 难道说为了多一个盟友 哪怕他是坚望 也要为武吗 十四岁的李太正在为自己的人生 做最重要的选择 十四岁半的李克 正在巡视他盖的房子 一座座被刷成白色的小楼 掩映在轻松脆柏中 显得格外优雅 楼顶是红色的瓦砖 不像这个皇宫里到处灰蒙蒙的一片 这也难怪 一个是红砖砌成的 一个是青砖盖的 自然不同 人都是喜心厌旧的 一号楼被太上皇李渊霸占了 没给一文钱 一句话 云叶那小子还欠老夫金子没还呢 还敢向老夫要房钱 云叶早就告诉过李克 房子呀 他们家谁要都可以给 就是得付钱 要不然这房钱呢 就得要李克垫付 李克都快要愁死了 云叶马上就要回来了 房钱只要回来六成 书院的先生们不算 这房子本来就是盖给他们的 李刚老先生早在房子盖成的第二个月 就把家从京城搬到了书院十号楼 那是一座最美的楼房 屋子里贴满了瓷砖 地上呢 铺设着松木地板 光七就刷了六遍呢 雕花的门窗古朴典雅 房顶上按着琉璃吊灯 一到天黑 用脚盘把吊灯放下来 点上油灯 满是生灰呀 油烟呢 还呛不到人 公书家的人呢 想了一个好办法 加了一个小烟囱 油烟全部被吸出室外 家具非常的简朴 就不是准备给主人家用的 是用来换的 不管是谁 见到这么好的屋子 再看看寒酸的家具 都会毫不犹豫的 把它们换掉 只是用这些家具 不用付钱 要换家具 就需要另外加钱了 有笑眯眯的商古灯门 拿着一大落子漂亮的图片 让主人家选 如果不放心 还有专门装扮好的样板房 让主人家参观 塞着厚厚一层羊毛的软椅 名贵木料打造的椅子 紧堆 西域运来的地毯 样子奇特的暗戟 细心的商家 连雕花的木床都准备好了 这房子 谁看谁眼红 李刚老先生 全部的身家都投了进去 才把新家装扮好 装扮房子的价格远比房子本身更贵 当老先生志得一满的歪躺在软椅子上 看着窗外的山井 突然跳了起来 大叫一声 上当了 精的坐在壁炉前绣花的老七 差点坐在地上 连声的埋怨老头子 老了老了 还有没有一点老人的样子 一惊一乍的毛毛糟糟 费里刚训斥了一顿 富岛人家 你知道什么呀 这座楼的费用不过三百贯上下 老夫家里的用具足足花了七百贯 云叶这小子 没有两倍的赚头 他会做 也就是说 他把盖楼的钱 还有家具钱 统统赚回去了 说不定还有剩余 还让老夫觉得 他为书院下了血本 这些原本就该是老夫的 赚了老夫的钱 还让老夫感激他 这个天杀的小混蛋 可怜老夫一生的思绪 就这样进了虎口啊 李老夫人呢 看看地板上厚厚的地毯 再看看头顶上光滑四射的琉璃灯 再瞅瞅那座阁楼一般的床榻 哪一样不是大价钱才能置办下来的 七百贯 这还是云府管家 看在呀 这老头子是书院祭酒的份上 给他优回家 李老夫人觉得已经是千值万值了 尤其是那张雕花的大床 睡在上面呢 就像躺在云端 家里那张硬硬的床榻 早就该扔掉了 撇撇嘴 觉得这老头子 是小气劲发作了 好了 好了 等云侯回来呀 你再好好教训他 他年纪还小 慢慢的改过来就是了 李老夫人哄着老李刚 老小孩 老小孩嘛 这是需要哄的 这才让他安静下来 虽然说这嘴里啊 说着要云叶好看的狠话 脸上呢 这笑意啊 却是浮现了上来 把房子建在大瀑布上边 这个臭主意是李克的 山脚下的地皮实在是不够了 建筑材料呢 还剩下了许多 于是他就自作主张 在瀑布旁边的空地上啊 也盖了一栋 站在房子外边 听着轰隆隆的流水声 李克就想给自己的脑袋来一锤子 有什么人喜欢整天听噪音的呢 想到云叶说作为建筑商 卖不出去的房子的最后结果呢 就是卖给自己 这是一个原则 李克一想到自己在书院的两年间 需要无休止的听噪音 这脑人都疼啊 趁着有使者去草原了 就把自己的担忧一五一十的讲给云叶听 自己呢 需要他的意见 信很快就有了回应 草原到长安的信使就络绎不绝 云叶在信里告诉他 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只不过需要包装而已 李克需要告诉所有人 瀑布旁边的听涛阁 是所有房子里最有品位的一套房子 这里呢 有远山 进树 有瀑布飞溅 朝可观日出 夜可听明全 他是多一无二的 世间少有 错过这次 蜀遍长安周边 那不可能再有这么好的景致的房子了 一推门就可以看见瀑布飞溅 可以近距离的感受瀑布的壮美 所谓 人者越山 智者越水 这套房子只卖给人质双全的成功人士 不够格的 还不卖给他呢 需要把这套房子价格呢 再翻一倍 看到云叶的回信呢 李克感觉自己的价值观轰然倒塌 头晕目眩呢 眼貌金星的 难道说 夫子他老人家教导自己的一切都是错的 这不可能啊 在他的心里 为自己的价值观打气 希望他不要毁在这件事上 结果 拍卖场上其他的房子都是安安稳稳的交易完成 只有这套听涛阁被争夺的厉害 无数自称人质双全的成功人士 争着抢着要这套唯一被灌了名字的房子 争相出价 竞争的异常激烈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作者 杰宇二 演播 今儿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尽在喜马拉雅